星雄 柏林 尼恬 作詞 曲 李宗盛 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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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夕陽染紅河畔 倒影誰孤單 你已滴雷掙門 掀起波澜 江湖引来纷乱 心却想平淡 只剩乱世之中 将永恒太难 深情解留你 爱能记到结 我说你越难算 我只想要爱你无缘 长平世界人间冷暖 最美不顾在下傍晚 有你陪伴 从来梦花谁弯 我只爱在你一笔的平凡 看见太多悲欢离散 只要你在灯火烂盛 我就心爱 肌存希小青传 无粉质更水光 肌存希提醒您精彩即将开始 来人啊 有人吗 放我们出去 什么事的都不查清楚你就抓人 有人吗 朱珊 别嚷嚷了 省省劲吧 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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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珊 你别闹了 你再闹也没有用的 有人吗 少公主 我看这个知府和王尹牙师兄俩一个德行 也不知道沐远哥 现在有没有安全回到冲火部 少公主放心 大护法武功高强 不会有人能伤到他的 相信他已经到冲火宫了 你走 郭伟 知府大人请你们一步正堂 可以走了 可以走了 那边还有一个 下官一时疏忽 不知道姑娘的身份 还望姑娘莫要见怪 罢了 知府大人平时事务繁多 难免有疏忽之处 但是希望你以后办案的时候 可以内查外调 不要以耳待目 轻信片面之词 是是是 下官一定谨记 下官 吃饭了 吃饭了 有鸡腿 我今天要算是明白一个道理 既然辩解没用 那就应该选择付诸行动 少公主比刚出宫的时候呀 愈发成熟 那可不嘛 有你们几个每天陪在我身边 我当然学得快了 少公主 姑姑不见了 不见了 哎 我是好像有一段时间没看到他了 是啊 从衙门回来后就一直没有见到他 房间里也没有 是不是被银边门的人抓走了 是啊 他们一直盯着我们 快 通知上官公子 少公主 这便是银边门的分舵 那大家小心一点 姑姑很可能在里面 嗯 又是连神救世 连神救世 怎么会这样 难道 是同一人所为 这些人刚死没多久 是 进去看看 小心 学智姐姐 不不 学智姐 你怎么样 发生什么事了 刚才我吃完饭的时候 看到有一个黑衣人 进了姐姐的房间 我就一直跟了过去 我 我 我是属鼓宫的人 你不要扔我 照我的就是你 姐姐 对不起 我没能看到他的脸 不然我一定给你划下来 没事 只要你没事就好 那天那个尚亲派的谈议 在我们客栈门口鬼鬼祟祟的 肯定有问题 尚公主 连身九十被烧毁了 此地不易久留 先离开 你 姚女 杀了人还想走 我没有杀人 你不要许很困人 你 你居然烧毁了秘笈 上关头 你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死忍失态又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听频道一句劝 别掺和崇破宫的事 崇雪之 你果真偷了秘籍暗中修炼联神九世 是不是被王尹牙发现了 你就把他们都杀了 军无此事 你不要冤枉人啊 没有平白无故的冤枉 修炼联神九世 需要你崇破宫独有的心法 除了你 还有谁能练得这么快 你们又没有证据 凭什么血口陪人 妖女 今天就用你 来祭奠你爹剑下的王魂 好啊 既然你们所有人都说 我炼成了联神九世 我今天 就让你们都见识一下 沈泰 出招 出招 就凭他才练了第三十 不一定是我们的对手 动手啊 怎么不动手啊 我也想见识见识连神九世的威力 既然你们都不动手 秘笈又已被烧毁 还争什么呢 自然是为了江湖道义 就你们还江湖道义 你们也配 你 行了 各位 听在下一言 真正的凶手并非在此 我们应该都是中了他的圈套 若我们真的打起来 定是两败俱伤 到时候 想必会有人坐收渔翁之力 还打吗 不打我们走人了 不打我们走人了 走 小眼巴巴看他们走 师太 刚才 方才你为何不出手啊 刚才 刚才你为什么不出手啊 我 再见鲁王殿下 再见王妃娘娘 那不是鲁王吗 这妖女 她叛上鲁王了 你不会连这都不知道吧 上官套是鲁王妃的弟 见过王爷 王妃娘娘 兩位不必多禮 本王子自前來 事處有應 事有一事相求 近日 暴雨纏綿 不見好轉 房屋大量倒塌 百姓深受其害 無家可歸 流離失所 十分可憐 更要緊的是 向州屬地有水壩 隨時都有絕地之巨大危險 不得不乏 現在事態緊急 我們來不及向朝廷求援了 所以王爺想靠自己的力量去救災 眼下正是用人之事 不知可否請二位 幫助王爺渡過難關 就向州百姓與水火 當然 本王知道小偷 與寵火公主姿姿來向州 想必是有要事在身 如果二位實在不方便 本王絕不勉強 只確實是因為本王這身子不及 難擔大人 但又見百姓患難 所以 才不得不為難二位 既然王爺開口 我們必當竭盡全力 向州的百姓 有王爺 還有王妃娘娘的守護 實在是他們的幸運 這次我特意請上官公子相助 來到向州 也的確是關乎我們寵火公的大事 不過 和眼下百姓所受之苦相比 和天災人禍相比 這些事情 就算不上什麼事了 上官公子 你也不必為難 雪之 真的是真心實意地 想要放下密集之事 先以百姓之事為先 祝王爺 還有王妃娘娘 你們度過這次劫難 崇姑娘所說 崇火公密集之事 想必十分重要 但眼下 若崇姑娘幫助本王安撫百姓 度過水患災情 實則是挾之大意 待水患過後 百姓安頓 崇姑娘與崇火公 有需要用得到本王的 本王 遞當全力以赴 再所不辭 王爺 您客氣了 密集之事 本來就是江湖之事 自然會有辦法處理 不過王爺 還有王妃娘娘的心意 許之心領了 羅王殿下 我們該從何處著手 請隨本王來 海棠 你們先送姑姑回去 然後再非營傳信 告知密集已回 是 是 如此看來 想要再向助我 對崇雪之動手 怕是不行了 怎麼 怕 好 蓁兒 來 蓁兒 你看 這房屋 已經不像之前那般建工了 一切小心些 我想看看 還有沒有修盛的可能 救命啊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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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救人 救命 危險 你沒事吧 崇姑娘 你沒事吧 我沒事 崇姑娘 多謝你出手相助 應該的 崇公主 此等大恩 怎能不謝啊 王爺您嚴重了 那 我就先前告辭了 崇姑娘 自然是要謝的 雖然這也不是什麼貴重的東西 但是確實是稀少 這原本是為了給 透兒以後喜歡的姑娘 準備的見面禮 但是我看著崇姑娘 心裡卻實是喜歡 雖然也不知道 透兒 未來是否有這個福分 但確實是我和王爺的 一點心意 崇姑娘 收下吧 不用 太過重了這個 崇姑娘 如果你要是嫌多的話 你就拿一兩樣 真的不用了 你受傷了 我看看 受傷了為何不說 我沒事 我們去拿點藥 走 走 我看看 我看看 好了 上關透 你故意的吧 不要這麼醜啊 故意的又怎樣 你知不知道 你這樣很危險的 受了傷也不說 自己一個人撐著 傷不中還算好 若是流了血 感染了 你這條胳膊就廢了 你少嚇唬我了 我自幼習武 早就喜歡三天一小傷 五天一大傷 這種小傷對我來說 簡直就是家常便飯 你何必打見小怪的呢 讓別人聽到了 還以為我重雪之 是個嬌滴滴的小姑娘 經不起任何風浪 我還怎麼立足江湖 行走江湖呀 我怎麼保護重火宮 重振重火宮 讓人知道了 他不得都來欺負我呀 為了重振重火 我為了行走江湖 不被人瞧不起 你就不管再苦再累 都一個人撐著是嗎 這就是你想要的一切 對嗎 你有沒有那麼一瞬間 覺得自己是委屈的 有沒有那麼一瞬間 覺得自己也撐不下去 有沒有那麼一瞬間 是心疼自己的 就算你不心疼自己 你知不知道有人會心疼你的 你 怎麼了 不就是一點小傷嗎 何必這麼大驚小怪的呀 我本來就想著在這兒忍著 等回到客棧的時候 琉璃他們幾個自然會被我包扎 不會放人不管的 而且 我剛纔已經給過你眼神暗示了 是你自己沒有看見的 你什麼時候用眼神暗示過我 剛剛啊 我 我可沒有看見啊 既然純公主都知道用 眼神來暗示別人自己撐不下去 有本事 下次你就別 上官透明 走吧 那 那些珠寶怎麼辦 你說怎麼辦 你說怎麼辦 剛剛王威說要拿走 不拿不合適吧 他說選一樣拿走 我知道了 我拿這個 我拿這個 手受傷了 就什麼也別拿 進來 我拿來 爺爺 都尉府要的十萬支羽劍 全部完成了 好 媛兒 明天你親自押送這批貨物 去都尉府 這批貨物 事關我沖火工生育 不能有半點差池啊 是 爺爺 感覺身體怎麼樣 好多了 放心吧 明日還要趕路 早點歇著 那 您也多休息 馬上就倒閃了 想說 沒想到 實至不沾陽春水的 上官公子 竟然 也有了煙火的氣息 彼此彼此 來 謝謝 谢谢 谢谢 纯姑娘为何叹气 必想到 处理完这些事情之后 我还是要面对与人的纷争 现在武林各派 是看在鲁王的面子上 不在向周为难了 可是 我终究还是要面对的 我会陪着你 我会陪着你 谢谢 幸好那天不过 来 纯姑娘救了我 要不然我早就没命了 姑娘 谢谢你 应该的 我朋友 相互 我那天啊 你听我当天一起 我上衣服的 你当天还在 我闭嘴 我侗天不认罪 然后我得 你会被帮她 你打掌 你打掌 你会不会 你认识的 我打掌 谢谢啊 姐姐来了 参见鲁王殿下 参见王妃娘娘 鲁王殿下 王妃娘娘 禀告鲁王殿下 灾民已经暂时得到安置 死者也已经全部安葬 受伤的百姓 已经送往了附近的医馆 幸好没有重大疫情的发生 不过 之后还要仰仗王爷您 带领活着的百姓们 重建家园了 甚好 这多亏了崇姑娘的帮忙 崇姑娘对于本王来说有大恩 对于此地向周百姓 则有大意 王爷您过誉了 怎么样 还疼吗 上官公子 你这是在关心我吗 我关心的人多了去了 不是 上官公子 君子 你是在哪里呀 我以为你带着 你知道吗 你带着 我 你带着 你带着 也不知道是谁准备的药 到底是药还是醋 怎么一股子酸味 纯姑娘有所不知 这种乐于助人的事呢 我上关透 特别愿意做 我来吧 不要 怎么了 没事吧 疼吗 别闹了 箭头切割得如此锋利惊喜 大人好剑法 大人 这是我重火宫的穿甲剑 箭头重 为雨长 高射落下 可贯穿铁甲 这次 我还特意带来了火箭头 火箭头中部镂空 杀伤与放火兼备 在这江湖之上 只有我重火宫做得出来 重火宫果然是技艺高超 连纹路都做得如此精致 都尉大人一定会很满意 来人 这是都尉大人 赏给你们的 谢来 禀告公主 马车已经准备好 随时可以出发 你刚刚叫我什么 公 公主 谁让你这么叫的 没 没有 知情不报 以下犯上 该当何罪 重火宫里人人都知道 现在公主您马上就 不要再叫我公主 大护法 身人皆知 联谊乃崇家和宇文家 一同创立 这才奠定了重火宫建功 百年之后的江湖霸主地位 两家对重火宫的贡献 没有区别 可如今 崇家没能力担当众人 我们都觉得 应该由宇文家 来继承这份基业啊 是啊 大护法 今天这些话 我就等没听过 倘若日后再让我听到 类似的风言风语 你们两个 就离开重火宫 顺身 终于就离开了 对呀 对啊 只可惜 另尊开创的连身囚事 已经被烧成了灰 姑娘一定很心疼吧 你去吧 芝儿 爹爹曾经跟你说过 学武关武 是为了保护自己爱的一切 看见这条链子了吧 嗯 爹爹答应你 将来无论我在哪儿 只要你看见这条链子 爹爹永远在你身边 默默地保护你 侄儿也答应爹爹 无论爹爹在哪里 侄儿都会替爹爹 永远守着重祸宫 其实爹爹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让我将连翼记在了心里 这是爹留给我的东西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这么说你不仅什么都没失去 反而让那些垂涎连神九世的人 死了心 是件好事 那又怎么样呢 他们得不到秘籍 一样会为难重祸宫 我一开始是想为我爹 还有重祸宫洗刷罪名 没想到 我现在跟我爹一样缘 程姑娘 想要改变别人的看法 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其实 有时候我挺羡慕公子你的 公子你可以选择逃避 但自从我爹去世以后 我便担任起了重祸宫公主之位 在我还没有遇到你的时候 我一直都不知道 原来人身后还会有一条路 叫做退路 你不是我 不知道我的苦衷 逃避不是一条路 逃避永远无法解决任何问题 那公子 你在逃避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在逃避什么 不过应该很快就会解晓了 说不定是件好事呢 好事永远不会在最后发生 不过呢 我已经决定去面对了 那你快去吧 反正 你保护我的任务 已经完成了 怎么说 其实我打算 明日返回宠祸宫 我要告诉长老 还有沐远哥 最近发生的一切事情 那这一路上对你的保护 也算是我的任务 你放心好了 你放心好了 这一路上 有四大护法保护我 回到了宠祸宫 有沐远哥保护我 再说 你能保护我一时 你又不能保护我一世 再这样下去 岂不是没休没止了 我可不期望 你一直粘着我 最后 哎呦 我看见好了 我哨孺 不应该好好吃 都不好吃 我 Fleisch 欺贴 是 Angeles 明日起乘去峨眉 是 少公主 上官公子给您留了封信 他们已经起乘去峨眉了 纯姑娘 别忘了 你还见我一样东西 那你是答应了 不过这新忙傍晚 我可得要像少公主讨一样回报才是 你要什么回报 尽管提 事成之后 我要一样 对于你来说最重要的东西 没问题 我答应你 好好说 那就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江春不留客 青草送爬梯 纯姑娘 就此别过了 忍住 你能保护我一时 你又不能保护我一世 再这样下去 岂不是没休没止了 我所不希望 你一直黏住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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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走 去阿弥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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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殿下 向周来信 尹章十二区的洪澳之灾 已得到缓解 涉难灾民 也已妥善安置 王帝仅凭一己之力 便解决了危机 这一点 倒是出乎本王的预料 不过 他一向身子弱 这次应该吃了不少苦 属下 最近听闻了不少 关于尹章十二区的风言风语 但说无妨 此次赈灾一事 鲁王殿下 招纳了不少的江湖人士 为其所用 颇有 笼络人心之意啊 简直荒谬 太子殿下息怒 简直草地势偏远 人口稀少 此次救灾 定是困难重重 贤弟寻求江湖人士的帮助 也是身不由己 情力之重 何况 他自有便喜欢自有 羡慕两个皇叔 洒脱于江湖 他的心根本就不在这方元宫殿之内 说到底 他不过是个孩子吗 反倒是他的身子 一直是我们父子兄弟的心结 他也时常为此感到焦虑敏感 绝对没有父皇的关爱 与兄弟们 也渐渐疏远 可是父皇的苦心 他又如何能得知 好好吃啊 好吃 愿是 给你 你吃吧 我不要了 为什么 他不亲自向我告别呢 小公主 你想什么呢 我们这一路上发生的事情 一桩桩一件件拼凑起来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你不要了 就好像 总有人对我们的行踪 了如指掌一样 我不要了 我思来想去 就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我们宠火宫 出现了不忠之人 真不知道 要怎么跟长老们交代 要是长老们知道这件事情 肯定也会生气的 少公主 倒是你真找到了这个人 打算怎么处置他呢 我一定要问问他 为什么要背叛我们宠火宫 海棠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没水了 我去找点水 如果走西边的小路呢 路途会比较艰险 南边的大道又有一些绕远 那走哪条路快一点 西边小路 行 那我们就走西边 少公主真是贵家心切 不过海棠知道一条更近的路 怎么走 前面那个山里呢 有一条小路 能帮咱们节约几个时辰的时间呢 我也去过那一带 可我怎么不记得那座山里有路啊 可能你没往山里去 自然就不知道了 少公主 前面的路呢有点崎岖 不过对于咱们来讲 并不艰难 那我们就听海棠呢 赶走山路 这样快点回宠火宫 准备一下出发吧 是 是 是不是您安排的 安排什么 安排那些弟子 称我为公主 什么 竟有这种事情 真是岂有此理 不是您安排的 怎么可能是我安排的 你去把那些弟子叫来 我要重重地惩罚他们 那倒是不用了 我已经责罚过他们了 既然不是您安排的 那我先下去了 袁儿 你有没有问过原因呢 他们说 崇祸宫能有今日的江湖地位 全靠宇文家的辅佐和协助 现在的崇家 无法担此重任 所以 所以他们虽然 崇祸崇雪之为少公主 但是他们心里认可的是你 在他们心目中 你才是崇祸宫的领袖 爷爷 沐远认为 崇祸宫 不应该被分为两家 当年父亲死后 叶公主收我为义子 照顾我 栽培我 其实在我心里 早就拿他们当成一家人了 而我的责任 就是要辅佐自己的家人 报答义父的养育之恩呢 对啊 不仅仅是你这么认为 大家都这么认为 正因为大家是一家人 所以 崇祸宫的公主 姓崇和姓宇文 有什么区别 有区别 您是一家人 养育之恩 还是一家人 哪长得 又比安 不仅仅是一家人 可我们心里 也不仅仅是一家人 任何人 你不仅仅是一家人 就说明 他认可你可以接替他的位置 如果真是这样 你是不是辜负了 崇叶公主的苦心呢 爷爷 我远不想再提公主之事 告退 愿儿 爷爷一定会助你 坐上公主的位置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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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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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 有埋伏 把我召公主 琉璃 快 带公公走 召公主 那你们呢 一天走 公公 我们走 大堂 你给我帮忙呀 好 好 哈刀 他们是求召公主来的 你掩饰路 快带召公主走 召公主 走了 走 追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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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站下 爬公主 快要 救我 好 小公主 小公主 作词曲 李宗盛 故随秘密无疑无疾 我们若急若离 那人那梦消失掉了叨影 再信口刻下你一个人的名 藏不住的情是爱过的痕迹 情绪 秘密 无缘 无尽 我们若即若离 晚来风景 梧桐更间细雨 奈何桥走过 梦破唐河下举 你祝福的心 是温柔的陷阱 若是这缘多不过 何必又挣脱 爱死一回又如何 那有什么对与错 是爱皆折磨 我 谁遇碎了不能说 痛才那么多 往事情愁在拉扯 爱到失魂 落魄 也奈何变了 那多少轮回的人注定 是我 我 谁遇碎了不能说 痛才那么多 感谢观看